近日 中国浙江一家医用卫生用品的产品生产企业负责人 告诉中国大陆媒体澎湃新闻 企业在满负荷生产的同时 也承担着成本翻倍的压力 其中 口罩中的绒喷布作为口罩过滤病菌的核心材料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 价格由每吨2万元人民币 暴涨至了每吨20到30万 澎湃新闻的记者采访多家相关企业了解到 溶喷布企业 溶喷布专用料企业面临着生产线紧缺 生产要求高 设备采购周期长等问题 产能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致使供需失衡 部分口罩厂 有机器有工人 但是就是缺少溶喷布 而且在天价之下仍然是一步难求 有溶喷布的生产企业负责人提醒利益驱动下 不具备隔离病菌作用的溶喷布 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混入中国市场 或将导致不具隔离病毒作用的假医用口罩的泛滥 孟和平的企业就是四川一家 2月3日开始转产生产医用口罩的民营企业 此时 溶喷布的价格已经有所上涨 他说2月8号他进货的价格还是每吨4万元 10天后价格猛涨 通过当地政府的协调 他才以18万的价格买下了一吨材料 27日他又被告知溶喷布的售价已经是25万米吨了 而年前呢 一吨溶喷布也只需要2万块 短短30天 一吨溶喷布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十几倍 但一路猛涨的溶喷布价格是所有生产医用口罩企业都绕不开的坎 医用口罩呢 有三层 溶喷布就是中间的那一层 具有很强的过滤性 屏蔽性 绝热性 能起到杀菌隔离病毒的作用 可以说是一个医用口罩的心脏了 一吨溶喷布能生产五六十万个医用口罩 而现在孟和平的工厂的材料呢 也只能维持生产大概10到20天 孟和平就说 他的企业自担费用生产 医用口罩免费派发给当地居民使用 天价溶喷布让他陷入了困境 他说 他们也在到处找溶喷布 几天前呢 有人说另一个地方有货的 25万亿吨要不要 他选择不要 因为真的是太贵了 既然溶喷布的价格猛涨 那么原料生产企业的状况如何呢 湖北仙桃麦尔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是当地最大的溶喷布生产企业 对目前一路走高的溶喷布价格 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就说 更多的其实是中间商在炒作 他说 现在溶喷布的价格非常混乱 我们的出厂价实际上都不高 主要就是中间商在中间加价出售 他还告诉记者 目前的利润只是相比以往 有小幅度的增加 但是面临的问题呢 却更多了 在一个多月以来呢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组长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大多数的时间都躲在离市中心大约60公里的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在这个上海收治确诊病例的定点医院 作为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组长 这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每天都要查房 都要仔细研究300多个确诊病例 并一直在摸索着新冠的脾气 在北京时间的28号 在华山医院张文宏接受了中国官媒中心社 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就问到 大家说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零号病人 而有报道说这个病可能早就有了 基因族谱里新冠有五个家族 中国只有其中的一个家族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病毒并非起源于中国呢 张文宏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但他始终坚持一定要有确切的依据 比如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哪里 一般来说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这个病毒出现的时间点 那哪里是最先出现的 要追究这个时间的先后 第二就是要寻找它在进化术上面的位置 后面基因的进化是在前面的基础上的 所以他认为应该仔细的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考虑 应该避免在证据不充足的时候随意的发布消息 大家都在苦苦的追寻着零号病人啊 一说零号病人就显得非常的戏剧性 这个只是一个流行病学上的一些依据 事实上还有非常重要的是关于病毒起源的证据是什么呢 通过全基因组测序 他们发现了这个病毒的遗传进化上 肯定是属于蝙蝠冠状病毒来源的 这次这个病毒和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是一家的 因此也引起了部分类似2003年SARS一样的临床表现 很多人都觉得啊 新冠是一个非常腰的病毒 潜伏期的长短啊 传播力的大小啊 传播途径的确认呢 都有很多的说法 还存在着潜伏期能够传播 预后复养等现象 张文宏就表示 其实这个病不能称之为肺炎 其实就应该把它 叫直接叫做2019年冠状病毒病 因为它不仅仅是个肺炎 因为很多病人并没有出现肺炎的表现 而它的损害也不单单是一个肺的损害 它还有心脏的损害 还有很多脏体的损害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病 他们认为呢 这个腰啊 是因为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了解它 好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美国这边 美国的卫生官员表示 现在美国至少有四例不明来源的新冠病毒病例 他们均没有任何的旅行史 也没有与确诊患者有过接触 证明新冠已经在美国的社区中传播了 俄勒冈州的一名女性和华盛顿州的一名高中男生 被推定为阳性 这意味着他们的测试是在当地实验室进行的 但是确切的结果呢还尚未得到CDC的证实 在周五早些时候 俄勒冈州的卫生官员报告了华盛顿郡一名小学雇员的推定阳性测序结果 该雇员没有任何的旅行经历或者是与感染者接触 而继俄勒冈州之后呢 华盛顿州在周五晚间宣布 位于西雅图以北的斯诺霍米什郡的一名高中生 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反应 涉嫌社区传播正在居家隔离当中 华盛顿州 俄勒冈州和加州的卫生官员 在周五都报告了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 最近未去过受疫情爆发重创的国家 或者与已知确诊病例已经宣布死亡 另外 其他两个神秘病例呢是来自加州 在本周早些时候在加州索拉诺郡和圣克拉拉郡 报告了两例社区传播病例 根据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数据 周五的四例新病例是美国本土的确诊病例 总数达到19例 华盛顿州还有一名50多岁的女性 在前往韩国大秋后被 居心 有染毒 生